三菜一堂 美味响叮噹 大家好 我是每位鮭魚研發主廚 我叫正摩山 他都叫我小山師傅 那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鮭魚料理 三菜一堂 那如何分辨鮭魚的好壞 三個步驟 第一是看 第二是尾 第三是摸 先看魚頭的眼睛 是否有混濁 聞它的腮板子 是否有錯味 然後再來是摸它的背 它的背是否有彈性 那接下來我就教大家如何做鮭魚 三菜一堂 GO 鮭魚司料理他們很注重刀工 紅白蘿蔔在爐煮的時候 它會把它所有邊邊角角給切掉 牛磅一定要先泡水 那我們一樣是切一口大小 蒟蒻 經過拍打之後 它就變成柔軟QQ的 切鮭魚不要從皮開始切 等一下進入烤箱撒一點點薄鹽 它本身會帶一點鹹味 新疆菜對齊爾 那我們依序把我們更進內的東西蒸燙 紅蘿蔔 蒟蒻 牛磅 它水滾了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不用泡冰層 只要青江再泡冰層 挑柴魚的時候 原材料 名稱盡量於單一品種的 好 先上水滾囉 水滾之後呢 熄火丟入柴魚 只要泡十分鐘之後一定要過濾 因為它的土味跟雜質 所有剛才也汆燙過的食材 丟入柴魚高湯 開火 然後等它滾了之後啊 我們再把它轉小火 然後再進行燉煮 我們先不會放任何的調味料 關小火 慢慢燉煮三十分鐘 把灑完點的鮭魚 丟入烤箱兩百度左右 只要烤三分鐘就好了 大概七分熟 基本上已經煮了差不多八分熟 拿一個紅蘿蔔跟白蘿蔔 輕輕的搓下去 有點阻礙 OK 牛肉棒也搓進去也是OK的 放入我們調好的醬油 滾鍋再轉小火 趕快馬上轉小火 這時候我們要先喝喝看 那我們只要在燉煮五分鐘 基本上是OK的 烤好的鮭魚拿出來 放入我們燉煮的東西 然後讓它泡五分鐘 還滿的厚熟 然後吃進醬油高湯裡面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把它食材挑出來 現在就完成一道鮭魚煮成 水已經開始丟入我們的香酥 燙個十秒就好 冰鎮完我們就把它瀝乾 要把它切 之後它的味道才慢慢的上發出 它會快速的跟醬油融合在一起 我們先切蔥 再切鮭魚 以小丁為主 再拌入少許的胡椒粉 均勻的把它攪拌 之後我們等一下放入烤箱 它是涼拌的 鮭魚還必須還是等一下熟 要烤三分鐘 我們再把香薰醬油過濾 讓豆腐那種高質稍微化開 再把我們烤好的鮭魚 鋪在豆腐上面 稍微拌一下 如果有人想要吃辣的 你也可以放一點辣椒 七月粉之類的 然後再淋上香春醬油 再灑上適量的白芝麻 這樣就完成一道 香春涼拌鮭魚豆 先切紅蔥頭 那紅蔥頭它比較溫和 鮭魚是要切條狀 必要肉跟皮是在一起的 水滾之後啊 丟入少許的油 再丟入花椰菜跟白花椰 那我們就去看它的根 稍微壓一下它 我們先熱鍋 先開始炒 蔥桶放一些少許的油 先把它的香氣逼出來 炒到有點微金黃色 再下少許的油 煎鮭魚的時候會比較響 大火的溫度調高 大概中火了 這時候再放入我們的花椰菜 跟白花椰 然後放入少許的鹽巴 稀稀的把它稍微拌一下 這樣是完成一道香鮮 鮭魚西蘭花 我們香番茄對切 以剩餘番茄為主 它甜分比較高一點 那洋蔥一口大小 像切九宮格的意思一樣 蔥蛙如果切得越細 它的味道越重 蔥蛙切得越粗 倒不會這麼重 接下來是我們豆腐 切一口大小的 鮭魚頭我們先掃上 少許的鹽 等一下我們鮭魚頭 要進入烤箱 是要直接烤熟 掃完之後啊 放入我們預熱過 220度 烤12分鐘 水滾之後啊 丟入柴魚 然後直接熄火 靜置10分鐘 鮭魚頭好囉 金黃色 12分鐘 當泡 10分鐘的柴魚湯過濾 留一些湯 放在味噌這裡 要用湯去攪拌 把我們所有的食材丟入柴魚湯裡面 它滾了之後 我們就把味噌再丟入進去 等它滾的時間 柴魚湯放入味噌 然後均勻的攪拌 這為什麼紅味噌不跟它一起下去的原因是 它不耐煮 它會越煮越鹹 還有它越煮越深 滾了之後我們再放入我們的紅味噌 等它滾了之後啊 我們再丟入我們剛剛烤好的柴魚 然後再撒上松花 這樣就完成一道 鮭魚頭 紅味噌 番茄湯